杭州亚运会上,奥运冠军全红禅首次亚运会之旅,收获了两枚金牌。 16岁的全红禅,又一次站上最高领奖台,让人羡慕。 很多网友都想知道,表现如此优异的全红禅,他一年的收入能赚多少钱。 通过自己的努力,改变全家的命运,这在全红禅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 但是,东京奥运会上,全红禅一名惊人,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他,在女子担任十米台,获得了冠军。 也正因为如此,全红禅的家庭情况被网友巴拉出来了。 全红禅是广东湛江的一个农村人。 东京奥运会前,全红禅的家庭条件不好,是村里的低保护。 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被朝天的农民。 全红禅兄弟姐妹有五人,在农村,吃饭的人多,但经济来源有限,所以家庭条件不好也正常。 但在全红禅东京奥运会独冠之后到现在,家里的新房子也已经建起来了,而且哥哥也有了自己的车子。 虽然这一切并不全是全红禅提供的金钱,但与全红禅的成名有着非常大的关系。 当然,这还是全红禅的父亲本分,不然的话,家庭状况现在将更好。 要知道,在全红禅东京奥运会夺冠的时候,许多企业都是提着现金来资助。 但全红禅的父亲不愿意过度消耗女儿的价值,拒绝了他们的资助。 可见奥运冠军的影响力。 那么,奥运会冠军和亚运会冠军,全红禅能拿到多少奖金呢? 相关资料显示,国家体育总局给予冠军的奖金是50万元,亚军是30万元,季军是20万元。 而广东省方面,冠军获得者奖励100万元,亚军60万元,季军40万元。 也就是说,全红禅一个奥运冠军和两个亚运冠军,他能获得450万元的奖金。 当然,既然政府部门都有奖励,下面的单位肯定也少不了。 大体算下来,奖金部分应该在500万元左右。 再加上市井赛和全运会上的夺冠,以及品牌代言等,全红禅这几年下来,奖金部分接近千万。 目前,全红禅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。 有媒体统计,全红禅目前的年收入应该是超过500万元。 随着成绩越来越好,全红禅的市场价值也会越来越高,他的年收入也肯定会水涨船高。 当然,这些收入也是全红禅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,也希望他在接下来的比赛中,表现越来越好。